他以领口供被判无期徒刑 在预感自己即将面临对手的暗算的时候 他把所有秘密告诉了一个小混混陆明 并想办法让他获得缓刑 指望利用这个年轻人替自己复仇 而陆明仅记着大安人的一句话 什么都别说 欢迎收听2022年热门现代都市有声小说 领口供 敬请订阅点赞开启小铃铛 陆明由于中午就喝了不少酒 脑袋还是有点昏昏沉沉的 不过心里却很兴奋 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 好像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根 尤其是通过路满山的讲述 以及重来和尚那里听来的片言之语 在结合路言的那本书 自己家族的历史总算在脑子里有了一个大概的轮廓 长久以来 深埋在内心的孤独感忽然没有了 置身于满屋子姓陆的相亲之中 就像是找到了久别的亲人 那感觉甚至比见到他亲生母亲的时候还要兴奋 哪里还管他喝醉不喝醉 凡是敬他酒的都来者不拒 连不上桌的女人们过来敬酒都是一干而尽 路满山还直夸他的酒量跟他爹差不多 让他吃惊的是 路满山虽然已经八十多岁了 可喝起酒来并不亚于年轻人 桌子上几个后生都不是他的对手 这让陆明不禁想起了刚来陆家镇的时候 在步行街遇见的那个陆伯 真担心老头也会喝死在酒桌上 本来有心劝劝 可见他兴致正高 终于不忍心开口 只好找些话转移他对酒杯的注意力 老伯 我家在梅园村的祖坟 不知道还在不在 路满山惊讶道 怎么能不在呢 就在你家老宅子后面三四里的地方 就是你太公太婆的坟头 跟前还有两个坟 只是墓碑早就没有了 应该也是你祖上的坟营 这些年啊 不知道有多少没人管的坟头 都被平掉了 可别看你爷爷和你父亲一直没有回来 但是这几个坟头不但没人敢动 而且每人都有人供奉相互 王葵这么猖狂 他也不敢动那几个坟 要不然梅园村这么多姓路的人 怎么会答应呢 陆万林说道 前些年啊 有个道人路过你太公太婆的坟地 在那坐了大半天 村子里有人问他坐那干什么 他说这个地方风水太好了 想死在这就算了 后来啊 被我们劝走了 陆满山说 风水当然好了 不管大将军的后人遭遇什么祸事 最终还是要发起来的 虽然路上有和陆赵南 几十年没有阴性 但我就不信大将军会断了香火 这不 陆赵南的儿子回来了 陆明激动地说 那我明天一大早 就去给太公太婆上坟 对了 我太公叫什么名字 陆满山说 坟头石碑上刻的是东吴陆氏祭连宫之墓 里背的是你爷爷 我听说你太公太婆很年轻就去世了 所以只留下你爷爷这么一个儿子 不过坟头上的名字 不一定是活着时候的名字 真正的名字也只有你爷爷知道 也许王魁这老东西也知道 虽然王魁霸占了自己的老宅子 可陆明对王魁倒也没有什么仇恨 何况目前看来 他应该是知道自己爷爷生平的唯一活着的人 就冲他这一把年纪 明天也应该恭恭敬敬地向他请教 只是担心陆万林他们到时候出言不逊 这样一想陆明说道 原家一姐不一姐 过去的事情大家就别纠缠了 好在王魁虽然欺压过咱陆家 但说起来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明天见了他还是客气点 陆万林看看陆满山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最后小声说道 也许你父亲不这么看 有件事啊 虽然已经过去快二十年了 可村子里的人一直没有忘记过 说了一半冲陆满山说道 大伯 还是你来说吧 陆满山端起酒杯 跟陆明碰了一下 陆明见陆万林一脸神秘的样子 心里也充满了好奇 不自觉地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问道 究竟是什么事情啊 难道跟我父亲有关 陆满山小声道 这事啊 也只是我们的猜测 你只听听就好了 算算时间应该是 你父亲离开陆家镇 二十来年之后 那时候啊 王魁的哥哥王震还活着 他因为在民国时期当过警察 解放以后啊 坐过几年牢 要不是王魁参加过你爷爷领导的革命暴动 说不定就要被枪毙呢 等他从牢里面出来之后 就一直跟王魁一家住在你家大宅子里 可有一天早晨 他家里人突然发现 王震死在自己床上 奇怪的是啊 脑袋也不见了 后来公安局的人来破案 直到今天 也不知道究竟是谁杀了他 当时村里人说 王震被杀的那天晚上半夜 曾听见狗吠 并且看见两个影子 朝你家宅子那边过去 并且说这两个影子 不像一般人那样走路 而是飞过去的 当时还以为见到鬼了呢 结果第二天 就发现王震的脑袋本人割去了 陆明听得一颗心砰砰乱跳 虽然陆满山后面再没有说什么 但他显然明白 没有说出来的前台词 忍不住颤声问道 你的意思是 这件事是我父亲干的 嘴里说着 脑子里就忽然浮现出 重来和尚的身影 记得他当时说过 父亲回陆家镇当和尚之后 他们也经常偷偷出去转转 如果这件事真的是父亲干的 那重来和尚肯定是同伙 可心中还有一个疑问 父亲应该不至于为了一栋房子杀人吧 即便报仇 也应该杀王魁 怎么反倒杀了王震呢 难道杀错了人 陆婉林说 这事啊 谁也不敢这么说 也有人猜测啊 王震在镇上当警察的时候 可能得罪了什么人 知道他坐牢回来 就上门来报仇了 不过王家的人一直怀疑 这件事是你父亲干的 一来你父亲二十年前 为了老宅子 曾经上门跟王魁发生过争执 二来 据王家人对警察说 王震死后 他的卧室墙上 用写写了两个字 陆明一阵心跳 问道 什么字啊 陆宅 陆明好一阵没出声 心想 如果王震卧室的墙上 真有这两个字的话 那凶手多半就是父亲 和重来和尚 可心里面 好像还是有点想不通 可我家老宅子 也不是王震霸占的 我父亲报仇的话 也应该找王魁啊 陆满山说 你以为他不想找王魁啊 只是这老东西命大 那天晚上喝多了酒 没回家 睡在一个相好的屋子里 如果他在家的话 掉脑袋的肯定是他 陆明一听 基本上确定 这个案子是自己父亲干的 怪不得他宁可屈从于 陆怀恩父子 茂名大将军的传人 也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身份 一旦警察知道 他的真实身份 这个案子 就是铁板钉钉子 心里虽然这么想 可嘴上却仍然质疑道 不至于吧 我父亲离开家都几十年了 怎么会为了一栋老宅子杀人呢 再说了 他那个时候都六十多岁了 也干不了这种事情啊 这时 站在桌子旁边 一个六七十岁的女人插嘴道 我听到的可不是这样的 陆明回头看看女人 急忙问道 你听到的是什么样的 这话还是王家人自己传出来的 说是陆赵南之所以杀王震 是因为当年王震调戏过他娘 让他看见了 虽然当时他年纪还小 但毕竟已经记事了 恐怕心里面就记下仇恨了 桌上一阵沉寂 谁也没有说话 似乎这是一个很不光彩的话题 陆明虽然也觉得有点尴尬 可他基本上相信这件事有可能是真的 根据重来和尚的说法 爷爷离家之后 奶奶的姿色自然引起了外人的际遇 他最后之所以带着父亲改嫁 有可能也是不堪骚扰 只是没有想到 这个人竟然是王奎的哥哥 如果父亲为了这件事情 割了王震的脑袋 那就绝对不是调戏这么简单 多半是被王震这狗日的给上了 父亲虽然在外漂泊几十年 但这口气始终厌不下 加上家里老宅子又被王家霸占 找王震报仇也在情理之中 好在王奎当时不在家 否则肯定也成为父亲的刀下之鬼 忽然想起即将开拍的电视剧 心想奶奶这些情节 不知道要不要拍出来 现在的导演为了吸引观众的眼球 总要搞点床戏 可如果让徐明知道这个情节 百分百要加进去 到时候韩家一演自己的奶奶 也不知道是哪个男演员 趴在他身上占他便宜呢 路满山见路鸣脸上阴晴不定 急忙端起酒杯说 哎这些啊都是一些没根据的传闻 你这婆娘少胡说八道 坐不得数坐不得数啊 来来来干一杯 路鸣泱泱的端起酒杯干了一杯 心里面总觉得有点遗憾 并且忍不住有点担忧 心想爷爷出去闹革命 虽然死在了外面 可毕竟是烈士 也算是替列祖列宗增光了 可问题是父亲的一生 可就没有这么光彩了 不管是重来和尚的描述 还是村子里的传说 按照现在的价值观来说 自己的父亲完全就是一个罪犯 并且可以说十恶不赦 罪恶滔天 唯一干的一件正经事 就是生下了自己 但其中的细节也拿不到台面上 要说传出去 岂不是有损爷爷的光辉形象 好在 梅园村95%都是姓陆的人家 即便他们听到一些传闻 想必还不至于出去大张旗鼓的宣传 另外 对父亲有所了解的重来和尚 陆怀恩 以及陆建月兄弟几个 都已经死了 只要自己不说 这些丑闻 应该不会宣扬出去 不过必须找个没人的机会 跟陆满山和陆万林交代一下 等到媒体的记者来采访的时候 千万不能提父亲这些事 否则 自己这张脸没地儿哥呀 至于奶奶被人调戏的事情 倒没什么 严格说起来 她还是受害者 也是爷爷为了闹革命 付出牺牲的一部分 反倒应该会引起人们的同情 陆明最终还是不胜酒力 趴在了桌子上 就像上次在毛主缘水根家里喝酒一样 只是这次可不是装出来的 当陆万林宣布 大将军的嫡系传人已经睡着了 屋子里一些年轻小媳妇脸上 都露出一丝失望的神情 陆满山虽然也已经醉意朦胧 可似乎看透了女人们的心思 醉醺醺地站起身来 一脸暧昧地说道 你们这些婆娘急什么 阿明今后说不定常住梅园村的 难道还怕没机会啊 一句话 扫得那些女人们一个个都跑掉了 陆明早晨醒来的时候 天空已经大亮了 睁开眼睛 就看见睡在身边的谢云 心里忍不住一阵恼火 这婆娘怎么非要跟自己睡一张床 毛都没有碰到一根 到时候还要背一个名声 简直怀疑她会不会是韩家音 安排在自己身边的密探 可她从自己这里能探到什么秘密呢 陆明也没工夫管谢云 自己悄悄爬下了楼 堂屋里只有陆万林的女儿阿妙 老太太在外面院子里 不知道在忙活些什么 厨房里传来锅碗瓢盆的声音 就是没有看见陆万林 阿妙 你爸呢 阿妙一双天真无邪的眼睛 直勾勾地看着陆明 说道 去村委会那边买东西了 一会儿就回来 陆明坐在一把椅子上 点了一支烟 脑子里回想着昨天晚上喝酒的事情 总觉得模模糊糊 不用说 自己又喝醉了 于是问道 阿妙 我昨晚是不是喝醉了 阿妙点点头 一双眼睛还是一眨不眨地盯着陆明 真邪门 这小丫头也就十四五岁 难道还对自己有非分想法 都说农村里的女孩懂事早 搞不好已经怀春了 阿妙 我昨天晚上喝醉酒 有没有说过什么不好的话 陆明有点担心地问道 阿妙嬉嬉嬉一笑 说道 醉得像 连路都不会走了 还能说什么话 陆明猜测 阿妙本来是想说 自己醉得像死狗一样 只是没有说出来 于是笑道 你今天上高中了吧 阿妙点点头说 高一 学习好不好 阿妙摇摇头 一般般 陆明装作长辈似的说道 一般般怎么能行呢 镇上的高中 本来教学质量就不好 将来要想考大学的话 学习成绩在班里面 起码要排到前五名 我又不想考大学 阿妙撅着嘴说 陆明惊讶道 不想考大学 那你将来想干什么 没有文凭 城里面连工作都不好找 阿妙说道 我想唱歌 我想去参加音乐选秀节目 电视上那些人 还没有我唱得好呢 陆明惊讶道 你会唱歌 阿妙点点头说 是啊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 但我爸就是不让我学 还把我的iPad都藏起来了 陆明盯着阿妙 细细打量了一番 心想 这小丫头年纪 和自己小侄女 骆忠宁差不多 可相貌就差远了 但也不难看 是那种 让人看着很舒服的女孩 并且天真浪漫的 倒是多了一份 纯真天然的美 而且发育得很不错 如果将来 嫁给村里哪个陆姓的人家 不仅这辈子没什么指望 反而又会陷入 同性婚姻的恶性循环中 也不知道她的歌唱得怎么样 如果真的有点天赋的话 倒是可以劝劝陆婉林 想办法去城里面 给她找个老师 否则 就凭陆婉林 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 说不定 就此把女儿给埋没了 这样一想 陆明说道 既然你这么自信 你唱一首歌我听听 阿妙好像有点害羞 小脸上泛起红韵 两只手揪着一脚 看上去有点紧张 陆明笑道 还没有让你上台呢 你就紧张成这样 还说要当歌星呢 你就像你平时那样 随便唱一首 那你想听什么歌 陆明愣了一下 怎么 难道你会唱的歌 还挺多的吗 反正城里面那些 卡拉OK点歌器里面的歌 我大多数都会唱 阿妙自豪地说 那好 那我现在就点一首 她说 你会唱吗 阿妙点点头说 怎么不会 这是陈一迅的歌 上次好声音那个女孩 就是唱这首歌 让导师转身的 好 我也看过那期节目 你唱一下 我听听 是不是比她唱得好 阿妙就像是上台表演似的 马上站直了身子 双手还摆了一个模特的姿势 只是不敢看着陆明 然后轻轻嗓子 马上就唱了起来 说实话 阿妙的第一声发出来 陆明就觉得很好听 起码嗓音很好 于是 就像节目中那些导师一样 装模作样地闭上眼睛 摇头晃脑的 一副剑上的模样 等到阿妙唱完最后一句 伸手一拍桌子 大声道 唱得好 我给你转身了 虽然陆明并不是真的导师 可阿妙 还是兴奋得小脸都涨红了 一双眼睛 水汪汪地盯着陆明 激动地问道 那你觉得我行不行 我也不懂音乐啊 但是 我觉得很好听 唱得也很好 在我看来啊 完全有资格站在舞台上唱 等一会儿我就跟你爸说 让他在城里面 给你找个老师 不过呢 不能因为想唱歌 就不想考大学 你看看那些参加比赛的选手 哪个没有上过大学 有些甚至还是音乐学院毕业的 你既然这么喜欢唱歌 将来可以考虑考音乐学院啊 阿妙犹豫的 听说上音乐学院 要花很多钱呢 陆明说 你家条件这么好 难道还怕付不起学费 阿妙有点气愤地说 我爸说了 家里的钱要培养我哥 将来要让他出国念书 还要给他盖房子 娶老婆买汽车 哪轮到我 陆明倒不觉得阿妙的话夸张 虽然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 可在梅园村 这种闭塞保守的地方 重男轻女的思想 还是很严重的 一般家庭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男孩身上 女孩则随便上个学 然后给他找个婆家 最多也就是贴点嫁妆而已 说实话 要不是这种闭塞的人文环境 陆大将军的威名 恐怕早就被人忘记了 而且自己这个大将军的嫡系传人 哪里还有一点价值 想到这里 陆明忍不住有点为阿妙打抱不平 说道 你放心 我会说服你爸的 如果他不愿出钱 只要你能考上音乐学院 这笔钱就由我来出 阿妙一听 激动得顾上害臊了 跑上来抓住陆明的手 兴奋地问道 你说话算话吗 正好 陆万林回来了 一进门 就看见女儿拉着陆明的手 小脸激动地发红 还以为两人私定终身了 笑道 阿妙啊 谁说话不算话呀 陆明急忙松开阿妙的手 说道 大哥 我刚才听阿妙唱了一首歌 都快把我陶醉了 你为什么反对他学音乐啊 陆万林一听是这么回事 脸上有点失望 说道 兄弟啊 别听他说猛话 心比天高 命比纸薄 对一个女孩来说 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哎呀 你看 我替你啊 把上坟的东西都买回来了 刚才还碰见了王葵的儿子 我让他去报个信 就说大将军的嫡亲传人 等一会儿要去他家 陆明见陆万林 根本就没有把自己的话听进去 于是正色了 大哥 你这就不对了 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 并且自己也喜欢 不管将来成不成 你起码要给他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啊 难道你忍心他这辈子 就待在门园村 给人传宗接待啊 陆万林还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阿明啊 这门园村 会哼几句小曲的女孩多了去了 如果每个人都能成为歌唱家 那岂不是满大街 都是歌唱家了 说实话 这种钱就像扔到水里边 连个响都听不见 还不如将来多赔价一点 在坡家也有个好地位 陆明见陆万林死脑筋 一时半会儿也没法说服他 于是说道 好 既然你对女儿没有信心 那就把她交给我 将来她要是成了大明星 你可别后悔 陆万林一听 顿时来了精神 笑道 那感情好 她不管能不能成为大明星 从现在起 就是兄弟你的了 说实话呀 她能跟着你 也是她的福气呀 陆明有点哭笑不得 也懒得跟她吠吐嘛 说道 你要是信得过我的话呢 这事就这么定了 我回去 就托人给阿妙找老师 现在电视台这么多选秀节目 我就不信她没有机会出人头地 当然了 我也不会让她荒废了学业 将来可以考音乐学院 即便成不了明星 也能当个音乐老师啊 陆万林高兴道 哎呀 怎么能信不过你呢 好好 你就把她带去吧 我总以为这孩子 心比天高 命比纸薄呢 没想到 还有这个福气 阿妙 还不快谢谢你 阿明大哥 阿妙好像不但明白了陆明的意思 也明白了父亲的意思 小脸扫得通红 深情款款地撇了陆明一眼 然后 一转身跑掉了 吃过早饭之后 陆满山和五六个陆家子弟都来到陆万林家 说是要陪陆明一起去祭祖 据说来的还不仅仅是这么几个人 好多陆姓人家都已经去陆明家祖坟那边了 陆明反倒有点犹豫 说道 大伯 没有必要搞得这么兴师动众的 我这次也只是去上个坟 和祭祖可是两码事 让乡亲们就别去了 陆满山说 那你可管不着 梅渊村的陆姓同出一园 你的祖先也是大家的祖先 你去给太公太婆上坟 他们是去给祖宗上坟 两码事 陆明听陆满山这么一说 也不好再劝 心想 现在又不是清明 这些人多半是想跑去看热闹 也罢 反正也没人会把这件事传播出去 随他们便吧 不过看陆满山走路盘山的样子 还是劝道 大伯 你就别去了 山上也不好走 还是在家里歇着吧 没想到陆满山说道 怎么 你以为我老的走不动了吗 我身体好着呢 王魁说他要活到一百岁 我倒是没有这么贪 只要活过他就满足了 陆明觉得 陆满山虽然和王魁没有什么仇 可两个人可能一直有怨气 这倒不一定是跟自己家有关 也许是年轻的时候 两个人结了什么院 以至于到这个岁数了 还念念不忘互相较劲 实在没有什么可比的了 竟然开始比赛 谁活得长 梅园村的村民 以前住的比较分散 为了预防洪水 屋子一般都建在比较高的山地上 后来 枝江上游的洪涝灾害得到控制以后 全村的人才开始迁移到地势较平坦的南部 家家户户建起了小洋楼 不过有少数人家里 还是住在以前的老宅子里 要么是因为穷盖不起房子 要么就是住习惯了 舍不得离开祖居 只是 村里不可能专门为了这几户人家修一条路 所以 去陆明的老宅子只有一条小路 还要过一条小河 汽车是开不过去的 陆万林把火炮香烛 以及韭菜等一营上坟的物事 都装在两个箱里 然后 让一个后生挑着 一行人 就朝着陆明家的老宅子进发 谢云昨天一直跟着陆明 所以村子周围都没有转过 等到上了山之后 一路上就一惊一乍的 要么对一只鸟惊叹不已 要么痴迷于一朵野花 最后 被身上的毛毛虫吓得一声尖叫 就像见到鬼一般 陆明心里憋了一肚子火 说实话 如果在城里 作为一名美女 矫情一点也没有人会在意 可农村里就不一样 女人就要有女人的样子 在家里没人管 但起码在大庭广众之中 要矜持一点 这么疯疯癫癫的 让她都感到丢人 你再这么多话 就自己回去 这里的老人 最不喜欢你这样的 还以为我带回来 一个狐狸精呢 陆明走到谢云身边 小声警告的 我怎么了 又没惹他们 哎呀 你看那座小桥 好像是石头砌的 应该也是老咕咚吧 谢云不满地说 说完 朝前面跑掉了 陆明咬咬牙 心里骂了两句 不过他的目光 也被那座 拱形的石头桥吸引住了 只见小桥 全部用山里的石头砌成 每一块石头之间 几乎没有什么缝隙 但是整座桥 长满了青苔 一看就知道 有些年代了 陆满山见陆明 注意那座桥 笑道 阿明啊 你过来看 说着 把陆明带到石头桥的桥头 指着边上一块 被风雨波时的 面目全非的石碑说道 传说呀 这座桥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你看看 这座碑上刻的 就是当年修桥的人 或者是出钱的人的名字 现在已经看不清楚了 这上面 说不定就有你太公的名字 陆明蹲下身来 仔细看看 发现上面 应该有四五个人的名字 只是自己 已经残缺不全了 不过依稀能辨认出 这些人都姓陆 既然自己家的老宅子在那边 修这座桥 自家人肯定有份 如果真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这上面的人 几乎可以算是 自己的祖宗了 没想到 这么偏僻的地方 竟然有如此精工巧匠 这座桥再过两百年 也不一定会倒 反倒比那些高科技 建起来的小更牢固 差不多半个多小时以后 陆万林指着前方山坡上 一座带着围墙的建筑说道 阿明啊 你看 那就是你家老宅子 其实 陆明早就看见那栋房子了 只是不确定 是不是自己的老宅子 不过从房屋占地规模来看 起码应该是大户人家 这房子挺大呀 陆满山说 那当然 这栋房子以前在梅园村 算是头一份 谁家有这么大的宅子 我进去看过 里面除了堂屋之外 光是左右厢房就有八间 还不算货房 储藏室和阁楼上的房间 不过眼下呀 里面只住着王奎一个人 跟鬼魂也差不多 阿明啊 咱们先去上坟 然后再去找王奎 到时候啊 在那边一放炮 他就知道了 陆万林说道 不知为什么 陆明得知 这家老宅子还存在的时候 心里异常兴奋 可当他看见那栋 掩映在树木之中的建筑之后 却有种敬而远之的念头 再听陆满山说 王奎一个人住在里面 像一个鬼魂 顿时心里有种胆气的感觉 隔着这么远 仿佛都能感觉到一股阴森之气 当陆明来到自家祖坟跟前的时候 感动得差点哭了 原本在他想来 自己的祖坟几十年没有人来照顾 肯定是荒野孤种 杂草丛生 可没有想到 坟前开阔地带 竟然没有一根杂草 石碑上刻的字 虽然已经有点模糊 但好像有人专门用漆润色过 仔细看看 太公太婆坟前的石碑 上面果然刻着 东吴纪连宫的字样 而太婆坟前的石碑上 可以清晰地分辨出 蒋氏两个字 进一步证明了蒋宁香的话 蒋家和陆家联姻的历史 起码可以追溯到 太公太婆这一位 至于另外几座坟 石碑基本上已经风化 上面的字迹也无法辨认 从几座坟头上面 用石头压着的黄纸 以及坟前残留的香烛来看 不久前应该还有人来过 很明显 陆满山并没有说谎 梅园村的陆氏子弟 在爷爷离家出走之后的 近八九十年的漫长岁月里 一直都有人 虔诚地来这里扫墓 一瞬间 陆明对祖先的崇拜 渗透到骨髓里 忍不住腿一软 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 嘴里还念叨着 不孝子孙陆明 跪拜列祖列祖 从近以后 陆氏家族子孙一定年年祭草 代代供奉 祖宗保佑 阿弥陀佛 接着 陆万林点燃了香火 陆家几名主要成员 站成一排 对着几座坟营 毕恭毕敬地败开 陆满山嘴里还大声喊道 打将军第二十八代嫡亲传人陆明 祭拜祖宗 一叩手 祭拜完毕 几个人一起在坟前 焚化了纸钱香薄之后 陆明又和几个人拿着镰刀 象征性地在坟前修剪了杂草 紧接着 就响起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伴随着大型火炮震耳欲聋的声音 一瞬间 整个坟地都被炮火的烟雾笼罩住了 谢云呛的鼻涕眼泪一起流出来 连躲的地方都没有 大伯 这附近几丘田是谁家的 陆万林说道 还能是谁家的 离这里最近的就是王魁 自然是他家的 陆明说道 房子我可以不要 但这几丘田要给我 我打算把我爷爷和父亲的坟 也迁移到这里 我要把这里变成陆家宗祠 陆满山说 好好这几亩地也支不了几个钱 还是王魁私自开垦的都不算合法 再说了 他家里已经没人种田了 当年要不是我们出面干涉呀 他几乎把田绝到坟根前了 陆明说道 我也不会白要他的 多少钱让他开个价 难道他还会故意刁难不成 陆万林说 难说呀 其实王魁当支部书记那阵 就有想过把陆家祖坟平掉 只不过呀 担心村里人闹事 一直不敢动 你现在要想买他的地扩建祠堂 他肯定不会愿意 要么趁机敲诈你一笔 要么就故意不卖 反正啊 他看着咱们陆家兴旺起来 心里不舒服 再说了 他还有一个在镇上当书记的小儿子呢 一想到镇党委书记王怀平 陆明忍不住一阵忧虑 说实话 王怀平的职务虽然不高 可自己毕竟是在陆家镇做生意 几个大项目都在陆家镇辖区内 当初陆老门搞股份公司的时候 王怀平虽然没有公开力挺 可听说暗中也帮了不少忙 起码没有帮着陆建越来拆台 而且蒋宁香好像也跟他有交往 总的来说 王怀平跟自己并没有任何矛盾 如果为了王怀的事情闹得彼此不愉快 不仅蒋宁香不会高兴 严重的话 恐怕还会影响到公司的经营 这么看来 在对待王怀的态度上 一定要小心谨慎 这样一想 陆明对陆满山说道 大伯 王怀毕竟是上了岁数的人 我们又不是去打架 这么多人闹哄哄的跑去家里也不太好 我看这样吧 就让万怜一个人陪我去就行了 你带着其他人先回去休息 具体情况呢 等我回去再跟你细说 陆满山好像还有点不愿意 说道 怎么 难道你还担心我跟他吵架呀 我只是想听听他到底怎么说 陆万怜似乎明白陆明的意思 也劝道 大伯 你和王怀毕竟有多年的恩怨 你跟着去了 阿明反倒不好问什么了 说不定啊 他连见都不见了 你还是跟着大伙先回去吧 天这么热 可别中暑了 说完 叫来两个年轻人 硬是把陆满山掺走了 这边谢云也闹着要去 陆明本不想带他 可想到 有个女人在身边 可以缓解气氛 于是勉强答应了 陆家的老宅子 从远处看上去 好像是勉强建在了 山坡的半中央 可等到了屋子跟前才知道 这是一块相当大的开阔地 除了院墙 建了一个两亩地大小的院子之外 门口仍然足足有 半个足球场那么大 并且视野相当开阔 站在门口 就可以俯瞰下面的整个村庄 哎呀 陆总 这是你家的老房子 这么大呀 你们家以前肯定是地主吧 谢云忍不住惊叹道 陆明瞪了谢云一眼 没有理他 有点紧张地 看着敞开的院墙大门 冲陆万林说道 也不知道 他儿子通知他没有 陆万林说 管他呢 进去看看 反正啊 他肯定在家里 陆明怀着一阵心跳 跟着陆万林走进大门 虽然这栋房子 已经被王魁霸占了几十年 可仍然有种回家的感觉 似乎从屋子的门里面 随时会有亲人出来迎接他似的 然而 屋子里没有一个人出来 院子里静悄悄的 只有靠墙边的一棵大张树上 千百只枝料的叫声 陆明注意到 整栋屋子 确实是用山上的石头砌成的 看那手艺 就像那座小石桥一样 鬼斧深宫 不规则的山石之间 竟然没有什么缝隙 他简直怀疑 这栋屋子和那座石桥 会不会是出自同一批江人之手 靠近院子的西北角 有两个石锁 已经深深地陷入泥土之中 一张圆形的石桌布满了青台 四张石凳却完好无损 这个呀 是你爷爷以前练功的家伙 两只夹起来 差不多有七八十斤呢 陆万林指着那对石锁说道 谢云指指墙边的一个大水池说道 哎 还有游泳池呢 陆万林笑道 那不是游泳池 而是以前的消防池 预防火灾用的 正说着 屋子里终于走出一个人 只见他勾搂着身子 一副病痒痒的神情 不过看年纪 也就是七十来岁 陆明正纳闷的 陆万林说 这是王魁的大儿子 名叫王良 我父亲让客人进里面说话 王良搭了着眼皮 看都没有看陆明一眼 陆万林冲陆明使了个眼色 然后带头走上了高高的台阶 陆明瞥了谢云一眼 小声道 等一会儿 你别多嘴多舌啊 说完 跟着走了进去 一进屋子 就感到一阵 亲人心脾的清凉 不过 空气中 似乎散发了一股腐败的气息 但绝不是什么东西 变质以后的味道 而是像时间本身 在这栋屋子里 开始腐烂了 堂屋的正中央 放着一条长长的供桌 供桌正上方 挂着一张陈旧的画像 上面是一个穿着古装的男人半身像 陆明平仅有的一点知识判断 画像上男人穿的 应该是明代的官服 难道王魁的祖上 也是大户人家 供桌的前面 是一张已经看不出颜色的八仙桌 两边各摆放着一张太师椅 左右靠墙的地方 则各摆着四张太师椅 整个局部 就像是在现在某些电影里出现的 地主相身的客厅 只是 这些太师椅 也陈旧地散发着历史的霉味 八仙桌左边太师椅里面 坐着一个苍老的男人 只见他 鸡皮鹤发 形容枯杠 要不是一双眼睛 还有点生气 坐在那 活像一个道具 路满山说的也没错 王魁的样子 跟鬼魂 也相差无几了 陆万林 虽然在家里的时候 说起王魁 嘴里难免不甘不敬 可真正面对这个快一百岁的活死人的时候 也不敢过于放肆 他见王魁一双浑浊的眼睛直愣愣地盯着陆鸣 于是咳嗽了一声 王大爷 这位是陆铁锤的孙子 陆兆南的儿子 他专门来看你了 王魁半天没反应 仍然呆呆地盯着陆鸣 陆万林还以为 老东西耳聋没听见呢 正想再说一遍 忽然 只见王魁脸上的肌肉抽搐几下 随即又迅速舒展开来 嘴里发出一阵嘶哑的笑声 也许是因为笑得太厉害 以至于身体都承受不住 左右摇摆了几下 要不是身边的王梁扶了一把 他恐怕要倒在地上了 陆铁锤 陆罩南 陆上游 王魁嘴里反复念叨着这几个名字 闭着眼睛 那模样 就像在极力回忆这两个人似的 好一阵才睁开浑浊的眼睛 对身边的王梁说道 把东西给他看看 看他还有什么说的 王梁一声不吭地 从桌子上拿起一张纸 双手就像捧着圣纸一般 小心翼翼地乘到陆铭跟前 说道 拿去看看吧 陆铭莫名其妙地 拿过那张陈旧的 就像随时会画成粉末的纸 泛黄的纸面上 字迹却仍然清晰可变 只见上面用毛笔 歪歪斜斜地写着几个字 路上有老宅一栋 二十大洋卖给王魁 立巨人蒋婉娘 民国二十三年五月初八 陆铭呆呆地看着上面的自己 说不出话 这倒不是惊讶于 这栋老宅子是奶奶亲自卖给王魁的 说实话 如果王魁假冒一张卖方的契约 如今也已经死无对证 所以上面的内容毫无意义 真正让他忍不住感慨的是 他从这张泛黄的纸片子中 第一次知道了奶奶的名字 并且还有他的亲笔自己 家族的历史渐渐显得丰满起来 陆万林见陆铭痴呆的样子 也好奇地凑过脑袋 把上面的字看了一遍 脸上一副惊讶的神情 似乎还有点不信 陆铭生怕王魁 会当面质疑这张字句的真伪 急忙说了 王大爷 你误会了 我今天来这里 并不是问你讨回这宅子 既然这宅子我奶奶卖给你了 又有证据为凭 我这做孙子的 哪有不承认的道理 听说你是我爷爷的朋友 并且还是唯一健在的朋友 所以特地来看看你 同时呢 我也想请教你几个问题 毕竟我对自己的家世 了解的很少 也不知道王魁 是不是真的耳朵不好 陆铭说完 只见王良 就像翻译一样 在他父亲耳边 小声嘀咕了几句 只见王魁紧绷的面皮 似乎松弛了许多 额头上的皱纹更深了 你走近一点 我看看 王魁抬起一只手 无力地朝陆铭摇晃了几下 陆铭走到距离王魁 两米左右的地方 这一次更加清晰地 细细打量了一下王魁 那张勾壑纵横的脸 再次被岁月 对人体的侵蚀所震惊 心里不由地产生了 一种沧桑感 陆赵南的儿子 没错 很像 他还活着吗 王魁似乎来了精神 腰也挺了起来 已经去世很多年了 王魁张着嘴 一脸惊讶的样子 过了一会儿又问道 他有几个儿子 就我一个 王魁又是一脸惊讶的样子 不过他还没有说话 只听王梁像是自言自语地嘀咕道 一个 差点就断了 总是能留下一个 如果昨天晚上 没有听过陆满山和陆万林的话 陆铭恐怕不一定能明白 王梁这几句莫名其妙的话 现在听了 忍不住一阵恼怒 心想 看他一脸遗憾的样子 好像真的希望自己家段子绝村呢 也不知道王家 怎么就这么仇恨姓陆的 心里这么想 脸上却没有丝毫流露出来 笑道 是啊 听说我家四代单传 没想到 王魁黑黑冷笑一声 单传 未必吧 陆铭一愣 问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我爷爷 还有别的子孙 王魁一只手伸到口袋里摸索了一阵 最后掏出一个小布袋子 陆铭惊讶地看见 他从布袋子里 拿出一只小巧玲珑 通体碧绿的烟枪 然后 哆嗦着 往烟锅里塞进一点黄烟丝 王梁马上拿出一个打火机帮的点钞 只见王魁贪婪地吸了一口 随即咳嗽了一阵 坐在那剧烈地喘息着 接着 就像生气似的把烟锅在桌炎上磕得啪啪响 喘息了一阵 王魁瞥了一眼陆婉林 说道 单传 你眼前不就站着一个兄弟吗 陆铭一惊 扭头看着陆婉林 心想 看来那些传言并不是空穴来风 爷爷当年在梅园村 肯定没闲着 怪不得陆婉林对自己这么热情 并且渴望着把他们一家写进自己的家谱 多半是他知道点什么 陆婉林可没有一点尴尬的意思 而是兴奋地问道 王大爷 你是说 我爸是 陆铁锤的种 王魁用舌头 舔着那只烟枪的嘴 黑黑笑道 是陆铁锤的种 有什么稀奇的 他的种遍布梅园村一带 掰着手指头也数不清啊 陆铭瞥了一眼谢云 见他一脸吃惊的样子 后悔不该带他来 毕竟 这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如果被这捕量传出去 可别玷污了爷爷革命烈士的光荣称号 可心里面却充满了好奇 心想 如果按照王魁的说法 自己的父亲在梅园村一带 还不知道有多少个兄弟呢 不知道也就罢了 既然知道 总要问个清楚 王大爷 你说的未免也太夸张了吧 我爷爷二十多岁 就出去闹革命了 在梅园村也没有待过几年 你这是从何说起呢 王魁哼了一声 陆铁锤那时候 仗着家里有钱 又是所谓的陆大将军的嫡系传人 从十四五岁就开始风流了 梅园村 甚至陆家镇那边 凡是有点姿色的女子 不分老幼 几乎都被他染指过 谁知道生下多少孽种 你放屁 你家才是孽种呢 陆万林一听 气愤地骂道 陆铭急忙摆摆手 制止陆万林 说道 王大爷 说话要有根据 不能听信传言 我告诉你 我爷爷现在是革命烈士 政府都要表彰他呢 你可别传播这种谣言啊 王魁冷笑道 哼 革命烈士 你是不知道你爷爷是什么人 说白了 他当年就是陆家镇一带的 地痞流氓 整天纠结一帮无赖 横行相礼 欺男霸女 什么缺德的事情没有干过呢 当年啊 他被国民政府通缉的时候 好多人都去镇政府揭发他 这里面还有你们不少陆家人 说不定还有他亲生的儿子呢 记得他逃跑以后 村子里家家户户放鞭炮 就像现在贪官被抓是一样的 陆万林似乎再也听不下去了 走进一步喝道 你这老不死的给我闭嘴 要不是看在你一把年纪的份上 今天就不客气了 王魁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 现在可不是你横行霸道的时候了 王梁走上一步怒视着陆万林说道 你想干什么 这可是在我家 在大呼小叫的就滚出去 陆明虽然心里气愤 可不想马上跟王亏翻脸 再说 他毕竟是那个时候过来人 谁知道他说的是不是事实 反正听重来和尚说 自己爷爷年轻的时候 确实算不上什么正经人 要不然也不会把祖宗留下的家产败光 只是不明白 王魁这老东西 对爷爷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怨气 如果媒体的记者来采访他的时候 说出这番话来 岂不是划天下之大忌 不管怎么办 要想办法化解他的怨气 到时候替爷爷说几句好话 要不然也没有办法呀 他这把年纪了 还有什么可在乎的 自然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总不能把他藏起来吧 他怎么办 他怎么办 你看他 看你 没什么 你飞抹 我你干嘛 我这把月子 都在不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